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学校的模拟考试将会在1月10日至2月18日举行 这一次模拟考试可以说是文凭试的热身材 除了可以让同学体验一下应考文凭试的实际情况 还可以考核一下同学在各科的水平 让他们找出自己的强项、弱项,从而加以改准 1月10日至2月18日会进行校内的考试 对卷就会由2月24日开始去到27日 之后,同学基本上就不需要再上学和上课了 在这一日开始,他们又进入了被占文凭试的最后阶段 也是最重要的阶段 在这段日子,家长需要特别留意子女的起居作息时间 如果同学习惯了温书温太爷 第二天早上又睡到很晚才起床 这样,去到正式考文凭试的时候 生理时钟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考试当日要早起床就会觉得很辛苦 试想一下,8点半钟要坐在市场里面 开始作答的时候,头脑还未是很清晰 这样会大大地影响了他们考试的状态和表现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醒子女不要太晚睡 要早点起床,将自己的生理时钟调校好 去适应考试期间的要求 好了,等我们就看下文凭试的日程吧 中国语文考试将会在3月11号至3月19号进行 美术选修科的考试日期就会是3月27号 化学选修科就会是3月28号 中国语文科就会在3月30号和3月31号考 然后,4月2号到3号就是英国语文科的考试 通试科就会在4月6号开考 4月7号就轮到考数学科了 其他选修科就会在4月14号至4月29号进行 5月4号至12号是英国语文科口试的考试 去到这里,文凭试就正式完结了 接着,我们会在5月13号的早上进行毕业礼的彩排 而5月15号就会计行毕业典礼 在这里,我们预先邀请家长在5月15号来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 一起来见证他们人生一个重要的时刻 分享他们所有的喜悦 家长的出席是对子女一份重大的支持 而大家很紧张,一路期待着的中学文凭试放榜日 就是7月8号 在之前的7月3号,我们会举行家长晚会 为大家提供最新的放榜和升学资讯 所以大家记下7月3号这个日子了 希望大家到时出席晚会吧 接着来,另一个重要的日子 就是8月3号 记住啊,是8月3号啊 那天的9点钟就会在网上正式公布 大学联招的轮选结果 现在就等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六同学的出路资料 首先是学试科程 如果同学想要报道学试科程的话 那他就要在中文、英文达到三级或者以上的成绩 而数学、通识就需要达到二级或者以上的成绩 加上两科达到三级或以上成绩的选修科 那同学就可以透过联招 报读中大、港大、理大等资助学试课程 公开大学自知学试课程 以及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中的学试课程 同学也可以透过E App 报读理大专上学院、港大附属学院 和恒大等自知学试课程 如果同学未能够收读学试课程 可以考虑副学委课程 要报读副学委课程 只要中英文科及另外三科达到二级或者以上的成绩 就可以透过联招 报读理大、成大、较大的资助副学委 又或者透过E App 报读职份局的资助及自知高级文憑 或者是自知副学士课程 以及指定专业或者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中的副学委课程 如果未能达到以上要求 但是完成了中六的话 也可以报读BTC职份局的基础文憑 职专文憑 又或者是艺进文憑 其实同学是有多元的出路 除了本地的课程 同学也可以考虑到国内、台湾、英国、美加、日本、韩国等等的国家 升读大学 刚才大家看过 学试课程的最低要求 不知道各位家长 还记不记得那个换算方法呢? 是这样的 大部分的学院的计分方法如下 如果是考到五星星的话 他们会当是七分 如果考到五星的话 会当是六分 考到五就当是五分 就是这样如此类推 而港大、中大和理大 就会采用另一种计算方法 它的计分方法是这样的 如果拿到五星星 就等于8.5分 拿到五星的话 就当是七分 拿到五的话 它就会当是5.5分的了 接下来 大家再仔细看一看 链招各间大学 修生要求的成绩 这个是去年的平均要求 每一年其实都有差异 不同的大学、不同的学系 都有着不同的要求 考生应该以链招网页 和各间大学 所公布的相关资料为准 大家可能很想知道 顺利在去年2019年文憑市的情况 我们大约有五成的同学 在核心科目达到四级或者以上的成绩 这个成绩是高于全港的平均数字 总括来说 如果要收到学试科程 就要拿到最少20或者21分 如果拿到10至20分的话 那就需要考虑副学位课程 同学需要在12月11日或者之前 完成大学联招JUPAS的网上报名 确定了20个课程志愿 在明年5月至7月 可能就会获得面试的机会 接着在7月8日放榜之后 去到11日这段期间 可以改选志愿作为最后的确定 而在刚才提过的日子 8月3日 网上就会公布正式的轮选结果 另外 同学可以透过专上课程报名平台 eApp 去报读大部分副学士或者是高级文凭 希望家长能够鼓励同学尽早报名 买个保险吧 等一会儿 大家看到班主任的时候 都会收到一个中期报告 这个中期报告 会列出同学的必修科 和选修科的特分 一共是有三种分数的计算方法 分别是 4科主修科 再加1科选修科 即是4加1 和4科主修科 加2科选修科 即是4加2 又或者最好5科的成绩计分 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作为家长 可能会想在学习方面 没办法帮忙 这样 怎样去支援子女呢? 其实 他们能够在一个安静的家居温集 再加上 你为他们煮一餐好的菜 或者一句关心 已经是很大的帮助 他们最需要的是 各位家长正面的鼓励和支持 最后 我们很希望各位家长 能够陪同你们的子女 好像我们的学校名一样 顺利一起携手 跨越中学民凭市这个人生挑战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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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